这里就是30万人历经14年才休假而成的武当山金顶建筑群 它比北京故宫的建筑量还要大三倍 上面有一座300公斤黄金打造的金殿 就连它的十台机都能买下美国的一条华尔街 整座金殿的做工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您敢相信吗 金殿内还藏着一盏长明灯 600多年它都没有熄灭过 观众木子今天就带您爬上武当山的金顶 去揭开他神秘的面纱 走吧 在武当山紫金城墙下这里一共有三道门 那么这个门也很小 是个石门 据说这里从来没有打开过 那么这个门它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名字木子不敢说 我怕我说出来呀 你黑田连觉都睡不着了 咱们再继续往这边走 这边一共还有两道门 它们都分别是做什么用的 来大家过来看一下 这个门是铁皮包的 里边是木门 属一下门钉 横着竖着 一共有9981个门钉 也代表这个门是至高等级无上的 什么意思呢 当时这里称为神门 这边它还有一道门 咱们再过来看一看 这个门称之为人门 也就是来武当山的善男信女们都要走的门 而且在门口里边呢 还有一个台积 台积下面这里呀 还有一条鱼 那么这个鱼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咱们进来出去都会踩到上面 代表着年年有余的意思 也是留余地的意思 说咱们人呢 做事一定要留余地 将来麻烦才会少一些 六百年前 明朝祖朱棣 赤令北建故宫 南兴武当 一山救世 不得损坏 一草一木 严格遵循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的原则 所以你看 这上山的台阶啊 都是山体的本身 就连旁边的排斥渠呢 这里呀 它都不例外 这样嘛 咱们从这个台阶 往上爬 马上就能登上 武当山的金顶了 哇实在是太累了 都爬不动了 走了 上来之后呀 这呢 就是武当山的金顶 它悬置在海拔 1612米的天柱峰 巧合的是 天柱峰早在1994年 被无人机拍到 它正好是一只乌龟的形状 这个记录最早在宋朝就有了 古代可是没有这些高科技设备 那么古人是有什么方法知道的呢 旁边这一圈的山峰 又有72峰朝大顶之势 作为武当山最高峰 因为海拔太高 导致四季 温差太大 而且风顶的狂风呢 都没有吹灭过大殿内的长明灯 其实呀 这跟它的设计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永乐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的1416年 一道特殊的圣旨 伴随一批官员自京城发出 这道旨意在字里行间呀 透露着名城组的关切与慎重 尤其是这句话 沿途船只 务必要小心谨慎 与天道晴朗 风水顺利即行 船上物要 十分整齐清洁 不许做饭 船上究竟护送着怎样的圣物呢 就让一代天子都 针针叮嘱 日日寻心 打开船舱 在武当山的工匠眼前 一幕被震惊了 二十吨金铜和三百公斤的黄金 打造的三千多件 铸电布件 都是身经百战的高手 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 这些如此精美绝伦 奢华富丽的铸电配件 这么高的山 一上来它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工匠们利用木质建筑 损某结构的原理 将铜龙金的布件一件一件拼接 每一块布件都非常的严密 精确的贴合在了一起 要想油灯长鸣不灭 这样还远远不够 世界必须要有绝对避风藏气的环境 他们在组装前 利用了一种即将失传的工艺 先把水银加热融化 将黄金锤打成金片 与水银相融制成了金泥 组装时 把金泥涂在铜部件之间贴合的部位 再用碳火去烘烤 使水银挥发 这样铜部件之间留下的纯金 恰好能堵住每个部件的接口 武当山的金顶 可以说是举世无双 电门的特殊设计 三面绝对是避风的 电内空气不能对流 即使是电门大开 外界的风再大 也不能吹进大电内 油灯不受外界的气候的影响 同时电内的物品呢 也能起到绝对的保护 所以才有了油灯安然无恙的 在那里奇迹的燃烧了600年 如果大雨将至 气压突变时 空中水蒸气增多 时间一长 油灯的燃烧 势必会受到影响 油灯在燃烧的时候 会减少电内的湿空气 而多余的湿热空气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屋檐上的海马就会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海马内部呀 有一个小孔连接了屋顶 如果您听到 它像针马一样发出声音 而且把雾气从口中吐出来 接着就会电闪雷鸣 雨量的大响 可以从海马发出的声音大响 跟吐出的雾气来判断 从而确保油灯的燃烧 武当山的金顶朝向 特别有讲究 重研武电式仿木结构 铜柱六金大殿 高5.5米 宽5.8米 近深4.2米 大殿坐西朝东 因为要确保每当清晨低的阳光 升起的时候呢 必须照在真武大帝的身上 这也是工匠们必须完成的一个任务 咱们来到金顶呢 一定要注意大殿西南角的这个位置 咱们顺着这个柱子 往上来看一看 在这里呢 它有一个多余的金砖 据说当时金殿建造完成之后呢 多出了一块黄金来 这工匠们呢 又怕皇上怪罪他们偷工减料 谁也不敢把它拿走呀 就铸造了一块金砖 镶嵌在了大殿的西南角这里 有面向天子 感恩圣上之意 咱们再看看 整座大殿的石台基 全部都是五亿年前的 竹叶状和三叶重化石 这里的地板呀 它也不例外 在全世界 这样的建筑都是绝无仅有的 您别看只有这么一点点 它能够在美国买下一条华尔街 千层楼阁空中起 万碟云山足下环 亘古无双圣镜 天下第一仙山 武当山还有太多的秘密 等待我们去探索 一个盛世王朝和太和之梦 凝聚了古代工匠 最高超的智慧与手艺 同时创造了多个 史无前例的建筑器官 这就是了不起的中国工匠 观众木子 下个视频带您去看看 历史上的张三峰 到底长得什么样 这里就是我们在小学课本中 都学过的河北赵州桥 它也是世界上现存 年代最久 跨度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 单孔 海湖 厂间 石孔桥 整座桥 没有使用一根钢筋 一点水泥 却在1400多年中 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 八次战乱 多次地震摇晃 依然可以保留下来 关注木子 今天就带大家进去看一看 古人是用什么技术修建出来的 走吧 哇 您看 今天运气也太好了吧 至少赶上了赵州桥在修缮 让我们能够预渡它的全貌 因为平时下面都是水 只能够远远的去观望 今天咱们可以近距离去参观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平时看到的石孔桥 桥背拱起来特别的高 有的甚至几乎成了半圆形了 这样的方法 修占出来的桥符合力学原理 桥面受力越大 桥的支撑力就越好了 桥就越结实 然而这个赵州桥却恰恰相反 它利用了四分之一的圆弧形气桥 用重的部分把整个桥身拉住 再用轻的部分和重的部分 做了一个完美的平衡 这样就给桥的整体 打了一个扎实的低基 您再看一下桥的两边这里呢 有两个孔 这样一来呀 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减轻整座桥的重量 同时还节约了石量 第二个好处就是 在汛期水位不同的时候 两个洞呢高度不同 还能起到不同级别的排斥作用 减轻了整座桥的负担 咱们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那么其实啊 这还没有完 赵州桥之所以能够屹立千年步道 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它的每一处细节 这些石头呀 表面看上去呢 就像气上去的对吧 其实不然 它们都是上大下小 上宽下窄 上粗下细 更像是镶嵌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当受到外力的时候 更加的坚固 咱们把镜头呀 拉远呢 让大家看一下 这座桥的整体 那么古人在没有钢筋水泥的情况之下 他们是如何 把桥建得如此坚固呢 在过去的时候 古人相当聪明 他们首先把贝壳磨成了坟墨 加入糯米 再加入一种特质的石灰 用这些东西呢 做成了石块 然后这个石块呀 它当时特别坚硬 而且还非常轻 之后呢 再用铁水浇灌 做成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腰铁 这个腰铁也叫燕尾铁 中间细 两边宽 而且呢 增加了整座桥的一个牢固性 这样的建造优点就是 能够使赵州桥既坚固 后来呢 又方便维修 赵州桥呀 看上去呢 很单薄 实际上呢 它历经了千年的风雨寝食 1830年6月12日 邯郸7.5级大地震 1966年 3月邢台发生两次大地震 分别为6.8级和7.2级 周围的建筑呢 几乎都倒塌了 那么周围的桥梁呀 也无疑幸存 但是呢 唯独赵州桥丝毫未动 难怪桥梁专家毛一生 建筑专家梁思成 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呢 都被古人的智慧深深折服 1991年 美国土木工程协会 评价中国两大建筑器官 一个就是万里长城 另一个就是这里的赵州桥了 在整座赵州桥的蓝板上 雕满了精美的图案 那么在这里呢 木子看到两条龙 在民宿上讲 摸摸龙的头 万事不发愁 摸摸龙的尾 顺风又顺水 祝福大家不发愁 顺风顺水 然后呀 咱们再看一下桥身的两侧 在这里呢 掉了好多好多的这个莲花 那么莲花寓意呢 好运连连 此时此刻 木子祝福 屏幕前的您 能够好运连连 那么大家可以把 好运连连 打在评论区 让中国人 都比骄傲的建筑器官呢 既然是这位 并不出名的工匠 李春修建的 可以说 他的多半生 都在为修桥做贡献 赵州桥在一千多年来 成为了石拱桥的蓝本 被称为天下第一桥 咱们呀 为了不起的工匠 点个赞吧 观众木子 下个视频带您走进 全国唯一一座 不让外国人参观的 天下第一名山 这里就是清末的女首妇 周庸的婆家 吴家大院 她为何成了晚清的富商 又为何成为慈禧的干女儿呢 周莹出生在民间 并非是皇亲国戚 而且她当时又是如何和慈禧 车上关系的呢 是如何把生意做到 风生水起遍布全国 那么今天木子呢 就来到了陕西省 吴家大院 带您走进大院 去了解周莹传奇的一生 前几年一部热播电视剧 《纳年花开》 《月正元》 把一个原本只是 安无寡妇的周莹的故事 传遍了大江南北 电视剧里的孙丽呢 饰演了周莹 出身卑微 但是很有头脑 电视剧里啊 说她早年和父亲靠卖艺为生 后来为了报答 吴家的救命之恩 不得已呢 下嫁给了陕西安无宝 吴家的独苗 吴聘为妻 从此呢 就开启了自己 跌宕起伏的人生旅程 但是电视剧 毕竟是电视剧 里面呢 还是有好多出入的 那么真正 历史上的周莹 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咱们带这位大家 来介绍一下 历史上的周莹啊 出生在陕西三元县的 周家大院 家中呢 原本是很富裕的 但是呢 到他父亲这一辈啊 当时就嫁到中落了 所以周莹小的时候呢 日子过得非常清贫 长大以后 就嫁给了安无宝的大户人家 就是这家吴家 两家原本呢 是故郊 由于周家呀 早年他们家落魄了 所以原本吴家呢 根本是看不上周莹的 但偏偏这吴家 少也无聘 他却是个病秧子 后来娶了周莹 他是为了冲冲喜 那么当时嫁过来之后 没多久呢 周莹的丈夫呀 就去世了 在丈夫无聘死后 周莹也终身未嫁 吴家少爷 这前脚刚一走 吴家老爷子呢 也因意外 离开了人世 吴家本身是个大家族 家里能够 撑起一片腿的男人 都离开了人世 那么周莹 他身为一介女子的周莹 这个时候呢 勇敢的站了出来 想要挑起整个 吴家的这个重担 正是接受吴家的产业 好在周莹本身呢 就是天资聪慧的一个女子 公公生前呀 也曾交给他一些经商之道 所以周莹开始呢 对吴家的商业和管理 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任用贤能 一些在店铺 劳作了大半辈子老员工呢 周莹为他们发放养老金 主动提高员工发放年低奖金 极大刺激了员工的工作热情 提出了激烈的制度 带动了吴家商铺的掌柜和伙计们 后来他们好多都纷纷入股吴家 让大家呀 咱们能够有钱一起赚 主张扩充棉花产业 使得吴家的延商生意 遍布全国之后呢 而周莹不仅在商场上如鱼夺水 对百姓也是乐善好时 由于当时有一段时间战乱 当时天灾不断 关中地区呢 涌现出了大量的灾民 周莹呀就开仓放粮 设置粥厂 镇济灾民 办学校 饮水渠 如建文庙等 善举呀 一直都没有断过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了北京城 后来慈禧太后呀 协同光绪皇帝呢落空而逃 正是在西安避难之时 慈禧认识了周莹 由于清朝国难当头 所以呢 周莹主动提出了 要向慈禧上交白银十万两 为国家献出他的一份绵薄之力 辛丑条约之后 周莹再次帮助国家渡过了难关 慈禧呢 颇为感动 亲手提携 护国夫人的牌匾 还有告命夫人的牌匾 并且呢 还收了周莹这样的女首妇为义女 两人呀 甚至呢 以母女相称 即使周莹生前做了如此多 为国为民的好事 依旧没能摆脱封建礼教之下 她是寡妇 且无子嗣 因此在周莹死后 她没能后葬到吴家的祖坟里面 而是被人随意找个地方给葬了 草草了事 周莹坎坷而传奇的一生 不禁让人肃然起敬 在审厌庆庆庆啊 地药苹、朝灶庆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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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 голов Families revoluder!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